主席 縣長 副縣長 各位主官官 大家早上好 那我請教一下 因為我昨天有看到蘇建議員對大邱反擊衛生 那我自己也有同感 很多相信都不懷疑 像這種 因為很早我就提過了 我們那個碼頭太小了 上次好像我也有提過 那時候民航局局長 現在民航局局長 那時候是航艦司司長 他那時候我們在那個現場應該也知道 我們在那邊 他也有說那邊要做一個安全的或是怎樣 那後來我就說 那經費 經費只要我們可以通過委員的話 那邊就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個經費你就馬頭 或是因為我們太窄了 或是因為也有收入太低 那上面 因為你那個做一個碼頭也是 那個機會也是很大 那個稍微整理一下 像一般 那個因為上面再增加一層 旁邊再增加一些 那個的話 會比較安全 上下轉會比較安全 那現在我昨天看到 我昨天看到那個蘇建議員播的影片 那個環境衛生法 真的是有夠差 但問題是說 這個到底是誰的責任 有四個單位 封管處 廠花處 文物處 交流局 到底這身上是 是代價還是土和還是 那個找 找相互所 那個找那個外包殘殺 那個找誰 所以到底是誰負責什麼 根本都沒辦法一視理性 所以說那個環境 那個不管那個 變成環境會這種樣子 還有那個 我昨天看到一台車子 那混車了 那個滑滑去 為什麼不把它脫掉 或者怎樣 所以我現在想請教那個縣長 那個市議員土力到底是哪個單位要去做的 主席探示一下 那個縣長先做個說明一下 好 請縣長做說明 謝謝一發議員關心這個大丘的環境的問題 第一個 就是大丘在大丘橋明年底完成之後 它的港口的靠北相對的會減弱 減弱還是繼續會有喔 對對對 也會 當然會有 這個部分呢 目前碰到的一個瓶頸是 它也不是山崗 也不是漁崗 也是中央也沒有任領的單位 沒有任領的單位的狀況之下 就沒有經費的挹注 你知道做碼頭也不是小經費 是大經費 對啦 但是我是說 那我猜一句 我們是說 你不要做 做碼頭現在是 真的是說也是太那個 因為角度了 我最起碼 理工處最想把它先做一個安全的措施那些 目前呢 那個我們公務處啊 有先做了一些比較繁華的一些措施 就好像你說是不是墊高一點等等 這它有在規劃 有在做 第二個 有關於環境清潔的問題是 馬管處跟交旅局 他們都編列經費 以前是委託胡老闆 那胡老闆現在不在上面 現在有鄉文所 北竿鄉文所來協助來登島來做 對啊 所以我剛才就講了嘛 這個是有的是北竿鄉文所 有的是 等於說有的是產商 所以有的東西分不清楚 所以我想說 我先提出來的意思 我是說 你們冷不冷 這個四個單位規劃一下哪一個去 完全去負責 政府會比較好一點 他們經費 交旅局 對啊 你叫鄉文所 因為馬頭 因為馬頭洗的是 洗是馬頭 是鄉文所 好 我請交旅局局長 請一下交旅局 局長就回答 好 預發 預作關心這個大丘島 整個這個郵城的 那我們首先就郵城的本身 郵客怎麼去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南竿去的部分 我們是有委託船班嘛 那喬子那邊出發 也是我們這邊委託鄉公所代辦 那當然經費也都是我們這邊來做指引 這個是郵客登島的部分 那至於清潔的部分 我們跟交通部的這個馬管處 我們是一人一半 那四月到十月底是由交旅局來負責 那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底是馬管處來負責 那本來原來上面有一個無性的經營 我知道 那現在我們是把這個四月到十月的部分 我們是在當初委託航班的時候 裡面就有三十萬的一個經費是來做清潔 那這邊每天北竿這邊會有 他們在付委託給北竿的鄉親 在搭橋子這邊的船上去做一個整理 那目前清潔的部分是都每天跟都有人會去做負責 看看哪個部分 但是問題說你看看 下九天那個儲介議員不出來 那個真的是展望無比 那個車子 廢棄車輛那個我想那個已經 對不對 你多少少 如果是多少 你不管是 你平常 也要派人過去去看一下 到底環境衛生怎樣 對不對 你不能說丟給哪一個人的手 你自己都不管 那欲發欲作我們不會這樣子啦 我們主要就是說 我們最近七月多的時候 我們也會組織一個去大邱晉山的一個活動 除了說委託給這個每日的清潔人去 有 那每日清潔都有上去 你後來我前面講一下 後來那個都有 他都有外包給另外一個都有上去 我是說我今天是說 你有的是有的我那天不是說 那個碼頭會滑或是怎樣 又是公務處或是又是調查處那些 到底是哪一個 因為一個推一個一個推一個 也並沒有啦 他這個 我那天也有跟你講過這個事情 對就是說 這個 防滑的這個部分是已經確定要做了 那至於服務手 欄杆青苔這些清掃的這個部分 工務處 防滑開始什麼時候做 防滑的最近公務處已經在規劃 會做那個防滑的一個那個防滑網 那至於說青苔這個欄杆的青苔這些的 那我們每天那個船班到的時候 船員也都會負責去做一些整理 那至於說其他 對啦因為這個是真的是一個安全 有可能萬一那邊又不是很好那個 一個碼頭 所以說這個安全設施一定要做得很好 我要建議喔公主喔 你旁邊那個喔 你稍微願那個 我們願什麼裝 願什麼把它灌起來 灌稍微高一點 它就不會 有時候人家屬下面走上來 因為很窄啊 那碼頭很窄啊 很窄啊 有時候很危險 風一吹啊 就把你吹走了 愈發愈作 這個我們先做防滑啦 因為那個 它那個碼頭的設備本來 碼頭的設施本來就是一個臨時性的 它本身的這個結構固結的狀況 對是臨時性但是也是殘久的喔 我們是怕說 你不要說今天那個窗 那個巧作喔 你要不會靠 還是一樣田田有人靠喔 所以說那個 這個 風景更不一樣的啊 這個典役的這個措施 這個 這個 喔 去做的錢可能都還是其次 主要是這個工法要有效啦 給我們一點時間去評估啦 喔對啊 你們有做 有在規劃 那都沒關係 最怕說 欸假的不做 那打打開不要 那好 那你做一下我知道了 好不好 那我請教一下那個公務處 那位主席才是在公務處做一個說明一下 那你這個方法跟那個 到底是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那個 感覺一發議員對這個 那個大邱馬頭方法關係 那個革晴臨網的部分 我們已經做完了啦 我們這下禮拜會去研究 她的旅客已經實施在用了 那那個我們就是說等於說你旁邊的護欄那些 因為這樣講的是說因為這一個部分是 剛才你講的不是上港發言說我們沒辦法補助 所以我們是拿我們自己公館費來施作的 所以我們是想說在有限經費下可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所以說我剛才不是那個現在也有講的 你這個我們提出稍微一點 然後我們找立委 立委跟那個航海市要點小的經費應該是沒問題 有跟他去聯繫過 航海局這邊有 他是說他補助的是上港範圍有他治安安險的部分 所以我們自己用現有的經費來施作 這部分 你上次有講的我們有去 對啊我上次因為航海市那時候市長是現在去局長 我們補助的單位是航海局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說立委也是他們也說我們要透過立委 這一個城市一個城市 要透過立委像立委跟他去要一些小錢 幾百萬應該是沒問題 他也有跟現場也有在那邊也有 跟一舟八道 我們現在現有的已經把它去做一個改善 然後大丘橋完成之後這個東西會弱化 可是我們也會去看一下說 因為你講的部分說我們菱形隔往的部分 我們看已經有把它打矛釘進去 看有沒有必要再加固 我們後面會繼續再追蹤 我是說你這個樣子因為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安全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不要說那個橋做好那邊沒有約 那邊還是有約 還是有約 我知道 等一下也有時候也喜歡坐床過去 還不喜歡走路過去咧 對不對 這還是 碼頭這個你還是要 要思考看看什麼方式來做 或說真的要經費的話 就麻煩縣長跟我們委員去討論一下這個經費 還是要把它做好 你不能說橋做好就把它丟到那邊就算了 沒有我們會持續追蹤這個 因為旅客已經有很多旅客走在那上面了 你現在公務處就是負責清胎那些 不是 清胎是相公所 應該相公所的募領經費去清的 我們這邊是上次我們去會刊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大丘有在做工程 所以我們剛好有公管費自己去幫他去做 因為工程面的部分我們自己想 想說看一眼我是去幫他做 所以說你都有想到這一點 還有那個怎麼做 所以說你還是要把它安全的措施一定要做 我的建議是說 那時候我那個竹翼姑那個助長在的時候 我也一直講 你把旁邊那個如果可以的話 稍微做一個矮牆那種樣子 這個矮牆那種樣子 就比較會 而且矮牆做上來也會 對那個靠某船是也有好處 不會太低 不會太低 他剛好可以 可以靠上去 因為他其實他有他 就是材料上去的困難性 可能還是請大丘廠商跟他研究一下 那這樣子就是你要造 造大丘 對 要注意一下 上去的機具是有他的困難度 困難度就是錢的問題 不是你要機具要動員 我知道我回去問他研究 錢給他他跑都來不及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 但是這個碼頭還是需要 維護啦 好不好 你請坐一下 那那個 主席採視一下 那個 那個草花處處長 草花處處長總回答 那個 主長我請教一下 他們都有責任範圍 那你那個草花處是負責什麼的 草花處主要是負責上面的植物 還有梅花露的部分 梅花露的部分是 對啊 那個 其他紀念也 紀念都不是你的事情 環境衛生啦 對 我們大概是有分工啦 剛剛交理局已經有解釋了 是 那你就是負責這個 那個美花露的問題 那美花露 我們現在是那個 美花露是我們馬祖那個 光光 光光那個資源 那個 有品牌 那個 你現在不是說要做一個 大球旅遊品牌嗎 是 對不對 那你 你現在 我們馬祖藍眼淚 你要一提到馬祖 藍眼淚 就想到馬祖了 那你 你們那個 大球那個 美花露 你用什麼方式來做 做出自己的品牌 還有 就等於說 美花露的那個 等於說 那個 他 有沒有人 專門能照顧 他那個 生命或什麼 還有什麼 病毒 也沒有什麼 專門上去 去了解 是 謝謝 裕花議員 對美花露的關心 那這一部分 是 我們大概每一年 都有一個那個 野生動物的一個 維護的計畫 那會有一些獸醫上去 那平常的部分 我們同仁也會上去 那個 巡富 那如果一些狀況的話 有一些突發狀況 我們也會委託業者 比如說有美花露死亡 還是說有一些狀況 我們也會 什麼樣子把它打造一個 那個大邱美花露的品牌 對 那至於說 怎麼打造那個 大邱美花露的品牌 這部分我們 大概在每個旅展 大概 梅花露也是我們 蠻重要的一個 那個品牌 那 後續我們會跟焦慮局 還有馬管處這邊 共同來 行銷大邱的那個 觀光景點 對啊 所以說現在人家 一提到藍眼淚 我們在 還沒有說美花露 是 我在台灣也是 看到人家說 那個藍眼淚 藍眼淚 馬祖藍眼淚 那品牌就出來了 我們也是希望說 成為下一個 馬祖的景觀的亮點 對啊 你要積極的做啊 好 好不好 那我順便問一下 我們現在那個 我一直強調那個 我們社會住宅 現在是社會住宅 社會住宅 我們現在進度到哪裡了 社會住宅的部分 大概北竿的部分 大概地點 還有上面的一些 那個建築物的排除 都已經處理完了 那 也沒問題了吧 也沒問題 然後那個 那個產權什麼都沒問題了吧 對對那個都處理好了 那第三季就是大概 在7到9月的部分 住宅中心 那邊會來做一個工程的一個 那個發包 目前進度是這樣子 目前進度是 你說7到9月份 對 就是第三季 就可以做同胞 第三季是 就同胞的方式 對 對 對不對 對 好 最主要是說 這個要積極一點 然後順便 我也拜託 我上次也拜託縣長 因為我每次都提這個問題 然後你 除了這個 那個社會住宅以外 我們合一住宅 你真的要找一個地方 昨天我是有 有看到是 哪一個 喔 蘇建源跟那個 縣長對話 是 我們百姓跟政府一起合作 是 那我又提到 那我又想 後來我又想到一個 我那個是 欸 百姓跟現場 那個跟政府去合作 非常好的一些事 然後這個 速度又快 那就我就 比方講說 我們 我們的 團體的愉悅 愈因為裡面都是 愈像是公園預定地 裡面都是百姓的 都是百姓的 沒有軍方的 那我們冷不冷 那個政府 主持一個小組 那跟這些百姓去 去討 去討 合作的事情 或是怎樣 有沒有這種可能 那個 你先請坐 那個主席 我請一下那個縣長 這個說明 請縣長 是 像這個樣子 我們跟百姓去討 政府組一個小組 然後我們去 因為那邊人 好像只有 不上奧十家 不上奧十戶 有一些都在台灣 那些 我大概也有三萬隻喔 我想說 昨天有看到 縣長你跟那個 俗建議員對話 以 縣武跟百姓去 一起去做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不錯喔 對不對 在華盛領家裡 有時候 小朋友 楊毛出來 看他能夠 住戶 願意 什麼條件 那這個條件 一定 我們一遠去講 沒有願 我們又沒有選擇 然後是說 政府 能不能組織一個小組 那我們也可以參加吧 如果也可以邀請 我們願意去幫忙 那願政府 能不能去做到 請現在說 做個說明 其實這是 除非是工地 私有土地 牽涉到利益的問題 因為政府 是提供人民 這個 屋的需求 但是 並不是要做 商業性的行為 如果要做 商業性的行為 變成 我們政府變成 建築商 所以說 在這樣子 兩難的狀況之下 是比較困難的一種模式 如果 百姓願意把民地釋出 我們政府把它買地回來 地買回來 對啊也可以這樣子 我是說 今天 我們整個小組 整個小組 跟 跟這些 去買 可以這麼樣做 也可以這麼樣做 然後買網 都是我們 獻服的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也說 低啊高啊 那我們獻服 去除面 看他們條件是什麼 對不對 我們是合理的 那高一點的 那我就 我看他們是 羊毛竹在亞神山 對不對 那就我們就 以政府的名義去做 會滑更快 不一定 但是 你剛剛所談的 遺言那一邊 就從 土地的使用 有它的困難性 因為 它是 公園預定地 公園預定地裡面 有一個法令規定 如果 如果這是 五百坪的公園預定地 你把它拿來做 建地使用的話 你要找另外一個 五百坪的 預定地 化為公園預定地 這個在法令上的變更 是很困難的 那應該 你政府去做這個 應該很簡單 很困難 去找一個 或者去找一塊地 或者去 去畫一個公園預定地 因為 我們講不好的 你建公園預定地 你有這樣做公園嗎 你沒有吧 不過它都市計畫是這樣 對呀 誰說都市計畫 會妨害到我們大家 那個相信的那種 那個 住的問題 或是怎樣 今天是一個那麼好的 你要相信 就跟我說 我上次不是講的 你要相信講說 那你要願那個 那個 就是說 等於說 公園預定地 好啊 我既然是 我的土地 我讓給你 我也沒差啦 你既然要都市計畫 已經規定了吧 但是你要把它公園做出來啊 你故意用不住 用不住 那個做出來 那我們還要 還要 還要給你 放在那邊浪費 這個在法令上 我個人覺得是很難突破 因為你是公園預定地 你怎麼樣去跟百姓說 我要跟你建房子 怎麼去合作 那我請教一下縣長 那你這種樣子 遠遠沒辦法了 所以說 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上次我們有談過 就是 拔場那邊能不能釋出嗎 那邊是 其實 正義性最少的 那邊透過都計的變更 沒有利益的問題 對 但是問題是說 今天被你現場講一下 我也覺得很煩惱 為什麼煩惱 你說 那個醫院 就算說 大家都願意 你政府也不會把它去蓋 很難蓋 因為他不能蓋住宅 因為他不能蓋住宅 那來有這位 那這樣子 這塊醫院在那邊就是 所以說 你政府又不把它來去做 一個規劃的公園 好好的規劃公園 所以說基本上 這裡面還牽涉到 法令跟 這個有問題 是有問題 醫院是有問題 這塊醫院他們願意了 他們相信都願意了 都願意要辦土地變更 那這我能不能辦 那這我能不能辦 對都市要 那個那個 你信我能不能辦 我們辦 變更另外一個委員 一定要你去找 比如說五百坪 你找五百坪的公園運地利 要把它劃出來 北岸山那麼多 隨便找一個 這是一個象徵的 那個 又不願 又把我們 好的地方 我們戰友在對你說是 都市計畫 是那個 那個公園運地利 那我們百姓該死 我了解 預法醫院的用心 在 但是在實務上 我就必須 很誠實的來報告 對 我們找可行性的地 來做分析 對 但是問題是 隨著我 我現在要翻了 那你這個 那我那個醫院 我遠遠沒辦法 如果 醫院跟惠敏市場來比的話 惠敏市場的成功率比較高 惠敏市場 想要不要去做奧運 對 想要不要去做奧運 絕對可以啊 但是那個地方有限 但是想要不要去做 這個想要不要去做 因為我們 地方知識我們管不到 對不對 如果今天 今天是你現在 你 有沒有做個破例 有沒有做破例 你講 有沒有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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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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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不是真的是 我們真的 北綱喔 真的是需要 你看 你看一世襲 人家多 多喜歡 那天我去 去看一下 也想說 當初沒有去的東西 也是很後悔 了解 所以說我們還是 選地 還是要選地 選地 我當初就跟那個現在講 真的要儘快 要願行 還有常華住 要願行 去找看看地 其實我這位醫院那個 我是希望 真的是希望說 有 你們出面 你們住院 今天我小組 先把 先把它收夠 先把它收夠 看看那個 百姓的 他的想法 站進去 二十家那邊 我也陪你們一起去 去做這種事情 然後 再去做 去躺 他認為說 可以 那我們就 後續錄影師 我們政府 把它改 也比較好 不要做 因為當初 我又聽人家說 去做醫院的 是不是會比較快 不會 現在被你聽一下 更慢了 確實在法令上 依然是不可行的一條路 確實 那 那 你現在 你還聽到 你還聽到 那這個土地 一輩子就丟到那邊了 現在你正面子講 會不會 那 連想都不要想了 不是連想不要想 這礦日會時 你要做 去等十幾年 收購回來 再辦變更 還要這樣 不過我可以很誠實的 跟裕法院報告 你問鄉親 用工價的價格 即便用市價的價格 在那一塊 要他把那一小塊的 土地賣給政府 願不願意 收購不成 我曾經在縣政府 如果現在以正外是對的 我在縣政府 前面那個菜埔地 裡面有三四十戶 我們曾經想給他收購 他說我賣這一小塊 賣幾萬塊錢 我賣給你幹嘛 我老人家在這邊 勞動種菜 好玩 談不攏 對嘛 因為價格太多 現在就因為價格太多的問題 我們政府都看 因為什麼方式 來把它收購稍微 收購高一點 或者他們也願意 那你就跟他 每次人講說 你這個不收購 原來我一直跟他們講 我說你們不收購這邊 不給政府收購 那你遠遠就是這塊土地 都在那邊 都沒有願 那你要做菜 其實這就是馬祖的無奈 台灣如果有大的土地 我賣可以賣一億兩億 他也可以拼香 我賣幾萬塊賣了幹嘛 有土 我這邊至少還有個念想 給我子孫講 我馬祖有一塊地 老人家做一種菜 那塊也不是 那塊如果加起來也是 已有十幾二十五 所以說 對啊 所以說這個我們要 政府跟我們民代 一起去幫 能不能去協調 如果願意試試看 我們也願意試試看 對啊 所以說你 常常還是要做一個規劃吧 或者說你真的是 把這個 到地震區 調這個資料轉 哪一個 然後 處長 你那邊你就 找一些專門的 然後配合我們議員 我們一起去找這些 去先說吧 我們先說明 先說明嘛 那由我來說也都沒關係吧 這樣子 那他也 欸 我 我地方那邊 也不能怨了 那我乾脆我來 我交給縣政府 我還有 還會賣一點錢 然後我以後 如果是說這蓋國仔 我們稍微有一點對他們 地主有點福利吧 也是一種 我跟一百元發告 二十幾戶有二十幾戶不同的意見 只要當中有一兩戶不同意 就變成七零地 對 但是我們要做啊 政府買的就沒用了 不是 我們要做啊 我們要做啊 可以啊 然後你就要在廠話書下面 好 成一個那個那個 好不好 改天 配合一發議員 拜訪一下我們地主 對 好不好 你這個計畫出來 然後我們一起去吧 我跟那個那個 對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好 好不好 還有就是另外也是說 那個那個 這個合一住宅 這個合一住宅 我說 那天講的那個 社會住宅 不是 合一住宅就是我們那個 公托 公托跟那個 當中有一塊 你真的要 要運行 要運行 我們透過 要軍方 跟他搶硬 對 跟委員去搶硬他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對 要委員去搶硬他 把那塊主 先給我們 因為我有提 很早就 那時候如果是 大家如果是 和二氣質的 和平的話 那塊地 不一定 我們就可以拿到了 我知道 好不好 大家都 懂得 所以說這塊地 拜託縣長 跟委員 去幫忙 如果真的需要 我們待會兒一起去講 好不好 謝謝 好 現場好好去北竿溝通一下 初見議員請發言